接著這個就是一行蕾絲的, 是我好喜歡的, 我們大家一起看看, 一行蕾絲是一個國際知名, 一個已經很有智慧開悟的老師, 他的經歷,他的教導, 以致他的信眾很多, 我很喜歡他, 我將其中一個, 又是轉化你小朋友的祈禱文, 這個是冥想來的, 先看看吧, 這是一個吸氣呼氣的方法, 就是,看著吧, 吸氣,我看到我自己是一個五歲的年輕, 五歲的年輕, 呼氣,我對著我自己這個五歲的小孩, 微笑,我微笑, 吸氣,我看到自己五歲, 脆弱無助,脆弱無助, 呼氣,我諒解, 而慈悲地,對著他微笑, 諒解,而慈悲, 吸氣,我看到爸爸是五歲的小孩, 爸爸五歲, 呼氣,我對著五歲的爸爸微笑, 我微笑,我微笑, 吸氣,我看到爸爸五歲, 脆弱無助,脆弱無助, 呼氣,我諒解,而慈悲地, 對他微笑,諒解,而慈悲, 呼氣,吸氣,我看到媽媽是五歲的小孩, 媽媽五歲, 呼氣,我對五歲的媽媽微笑, 我微笑, 吸氣,我看到媽媽五歲, 脆弱無助,脆弱無助, 呼氣,我諒解,而慈悲地, 對著他微笑,諒解,慈悲, 吸氣,我看到爸爸五歲時, 所受的苦,爸爸受苦, 呼氣,我看到媽媽五歲時, 所受的苦,媽媽受苦, 呼氣,吸氣,我看到我內在有爸爸, 我內在有爸爸,呼氣,我對內在的爸爸微笑, 我微笑,吸氣,我看到我內在有媽媽, 我內在有媽媽,呼氣, 呼氣,我對內在的媽媽微笑, 我微笑, 吸氣,我了解我內在爸爸的困境, 內在爸爸的困境, 呼氣,我願一起轉變父子的困境, 轉變困境, 呼氣,我了解我內在媽媽的困境, 內在媽媽的困境, 呼氣,我願一起轉變父子的困境, 轉變困境, 你只念,你開始醒了, 剛才我再說一次, 我們全部都是代代相傳一些父母錯誤的困境, 包括你爸爸媽媽都是, 去到你這一代,你有沒有勇氣去扭轉呢? 究竟你想重複那個業力,還是真的想醒呢? 你不需要一定要做吸氣、呼氣的練習, 你真的認真拿著來唸,全心全意地唸, 每晚唸一次,加上剛才那個神聖秩序的祈禱, 如果你真是全心全意的, 我可以保證,一個月內, 你和你爸爸媽媽的關係, 將會有戲劇性的轉變, 可以扭轉很多沒有必要的誤會, 你需要有一定的覺知。 可以問問剛才,我不看到我內在有父母, 其實是否就是說,我看到內在有父母, 意思是我裡面觀察到我和父母的關係, 性愛是有甚麼意思呢? 首先你要知道, 假設我們的父母總會有一天, 他會先走一步,可以嗎? 譬如,爸爸走了十年, 即是說他的肉身已經不在了, 他已經沒有一個實際肉體跟我的互動, 但是我腦裡面永遠有爸爸, 即是說你不得不承認, 其實你處理來處理去, 都是你腦裡面的爸爸而已, 他死了都好,他不走的, 因為在你的腦裡面, 你永遠都是處理你內在世界的東西, 就等於剛才我們都說, 那杯奶茶倒寫了, 為甚麼人家都不生氣, 你生氣, 因為你內在有一個抑壓的能量, 我們永遠所有的面向都是處理你內在的世界, 是你的內在program, 瘋了善, 所以有時你會發現, 當那個爸爸走了, 如果你裡面有很多悲傷內疚愧脅, 就算你爸爸走了十年, 你還可以哭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處理你內在哀傷, 你再去你爸爸墳前拜, 你就只有感恩和祝福了, 所以我們的工作, 全部都是處理我們內在的系統, 和內在的世界, 包括我們內在的那個爸爸, 無論你想甚麼課都好, 大部份的課, 他去到某位, 就會將你的導引, 由外面的人有問題, 回到會不會是我看錯呢? 他不負責任, 會不會是我想多了呢? 他一定會將那個面向看回你內邊的, 這些Inner work是一定要去做事的, 行不行? 今天我們的主題叫做情緒爆煲自救手冊, 所以如果你已經知道, 情緒是有東西想要, 拿不到, 我不想要的又焗我吃, 那我就好那氣, 那你就會去進入這裏, 這裏或者這裏, 人人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比較容易憤怒, 有些人他會哀傷, 他不憤怒, 有些人會下去內屈, 甚至成病,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system, 你要認知, 無論是誰都好, 如果你不懂得釋放, 他總有一天會爆煲, 所以你需要定時打開你的水蓋, 噴一下, 而你需要用剛才我們的方法, 大概知了什麼, 然後release它出來, 而大部分人都會在憤怒裏面困住, 因為世界是不喜歡別人憤怒的, 好了, 念完那些狂怒,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的program正常是不會有負面問題的, 我們的program就是錯了, 所以剛才你見那幾個BB的powerpoint已經知道, 就直接向著我們由西被父母植入錯的program的層次裏面打針, 那打什麼針呢? 就是剛才打的兩次, 將你的神聖秩序歸還讓神回到你的家裏面, 然後去release,去觀賞爸爸媽媽原來他五歲的時候都輕過的, 難怪一代全一代了, 行不行? 當然我們今天其實是將一些很重點的精華濃縮成為一個講座, 但是的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過去童年和某一些release的方法, 某一些訓練系統的入設點也都不可能就靠剛才那兩個做完, 所以首先不得不承認我們這間ASK的工作, 其實就是將這個和這兩個去轉化, 即我們會幫你教你怎樣去轉化你的情緒, 我會不承認,對你的系統有一定認知, 然後將其錯量資訓, 那你會發現, 有些力板在上來, 誒有些誤會原來可以講, 原來有些事便會這樣, 過分說可能有些同學會有很戲劇性的貶化, 有些人會學懂一些智慧, 但無論讓你去先知, 就是這間公司我們做的工作主要是這兩個系統, 或者是這樣的系統,可以嗎? 人人不同,有些可能你今天做完之后 发觉你的试验已经好, 恭喜你了, 大家发现有些很深层的东西未处理到, 或我们这些课程公司, 或者可能是counseling, 或者是心理治疗, 或者是催眠治疗, 他多多少少都是在做这些东西, 不同的工作人心理的咨询师 他都在做不同的层次, 只不过他work on 哪个的范畴, 和他的经验做过多少case, 够不够胆碰得这么深, 最近我发现对 Sta. 感谢观看